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电竞Predator 绿罗者 还有陈芳在透明展示照中 特别为我们采访而打开展示的新一代SWIFT 5 我们马上来看看 哈喽大家好 今天很开心Enterbox能来到我们Acer Computex的展 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就是Acer电竞的品牌 这个是我们Predator 系列 这个叫做Helios 700 它是我们最高规格的电竞笔电 这是我们最Hardcore的Gamer 然后呢需要最高规格笔电的电竞玩家 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就是这个很酷的Laptop 它有很多很酷的地方 第一个要介绍就是它这个键盘 它叫Hyper Drift键盘 它其实可以把这个键盘往外拉 然后呢它就有一个声音效果 然后就觉得可以赶快就是Ready to Battle 然后它里面有附我们Acer自己的第四代Aeroblade 3D Fan 然后有两个 那如果你手放在这里的话 你可以感受到它其实非常凉 然后风力非常的大 那它其实有四个风速 第四个最快的是要把键盘滑开 就可以Activate 所以呢它其实散热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然后这键盘打开之后呢 可以加强这个散热效果高达14% 所以它其实是非常强的一个Laptop 它里面有我们9th Generation Intel i9的CPU 然后它有搭配我们NVIDIA RTX 2080 所以它其实是非常高规格 它可以装up to 64GB的DDR4 RAM 所以其实也是很好的 那另外一个Acer专利的今年刚出来的一个科技就是 这个WASD的键 它其实可以换成我们所谓的Mag Force键 那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它不是只是暗或是不暗 它可以感受到你的暗的那个压力 所以可以轻压或是重压 所以如果你从轻到重的话 它可以让你的角色做不同的动作 比如说从停到走到慢跑到快跑 所以它有点就是很像一个Controller那种感觉 那这个是玩家可以很轻松的自己去DIY这样换 很容易就把原本的拆下来 然后那个Mag Force键放上去 对 所以这个笔电其实是非常高规格的 然后呢它就是属于我们重量级玩家的 那我非常建议你可以来看一下体验这个Helios 700 所以我今天要来介绍的是Predator最新的一个Monitor 它是4G437KP 那它是世界上第一台43寸 然后我们有4K UHD搭配我们的144Hz的一个刷新率 那同时间的话它是有得到我们的一个VESA DisplayHDR1000nits的一个认证 那另外的话在显示器部分我们还有搭配我们的NVIDIA G-SYNC Compatible的一个认证 所以它是最高规格 然后它的解析度是最好 那会让你有更多的临场感跟它的一个细致度 那另外它还有一个是Light Sensor的一个功能 它可以侦测到你的环境 就是你的环境的灯光去做变化 可以让你的视觉不会的那么的频乏 就算你长时间一整天的话都在就是盯着荧幕看的话 另外它还有搭配了我们这个IRMoto Control 所以就算你是在三公尺之外 你都还可以就是使用这个遥控器来做调整跟设定 那它也特别适合就是你在家用或者是电脑上面的游戏 适合Council Gamer 你可以跟家人或是你们的一些朋友一起分享这个Monitor一起做使用 这台是Pretator Orion 5000 它是我们全新改版的一个Orion 5000的一个系列 体积更小但是它的性能更强大 所以等于说你在打Gaming的时候呢 它比较说不会占你的空间 但是它的性能是更提升的 那这次的一个改版当中的话 你可以看得到这边是两个我们的散热器 那这两个RGB灯光都是可以去做调整的 那另外这个两边的话是可以放我们的一个Head POS一个耳机 所以可以减少你桌面上的一个空间 就是使用完毕之后都可以放回去 那另外这边是一个按压式的设计 你可以把这边打开来使用 那另外我们这次是搭载Intel第九代i99999的处理器 我们的那个GPU这次使用的是NVIDIA RTX 2080 那另外还有我们Acer的一个设计是水冷 Cooler Master 就是一个水冷的一个散热 那比较特别的是这次的它旁边是一个 做半透明的一个设计 那你可以看到里面的CPU跟GPU的同时间的在操作 在我们的PrederSense里面的话 你可以去做它的RGB灯光的设定 包含这边两个风扇以及两个RGB灯光的部分 都可以去做设定你想要的颜色 那另外是在我们的Lighting Maker这边 我们可以去设定说 根据你的音乐的频率的律动 那它就是整个我们的风扇的一个灯光 可以跟着去做更换 Acer还有最新的SWIFE 5 那它跟上一代不同的呢 它是笔电里面14寸 然后它是最轻 但是它还是保有 它这一代呢是有显卡的笔电 所以它跟在市场市面上的一些笔电很不一样的差别 就是它是虽然它有独立的显卡 但是我们的重量还是让它就是保持在990克 所以这个笔电呢对于像一些 就是像一些上班的人啊 或是一些像business travelers 它可能很常很常需要就是一直去出差 或是在行动的过程中 让它们能够很方便携带 那除此之外就是它 我们提供了这样子方便携带的一个用处 此外呢我们并没有牺牲它的效能 所以它也是有就是Long Battery Life的这个功能 那就是能够让它们在traveling的时候 就是Always Connected 也就是不会去断掉 那同时就是在可能它们出差的过程中 它们需要一些比较强的像Wi-Fi的conductivity 或是怎么样的话 我们也提供就是像Wi-Fi 6这样的功能 可以让它们随时不间断 然后一直使用这样的笔电 那这个这台笔电它搭载的 它搭载的是Intel最新的第十代的处理器 那刚刚就像我刚刚所提到 它也是有显卡 它是搭载NVIDIA的MX250 所以就是有这样子非常长的效能 此外呢我们还提供它非常非常轻的重量 就像你可以一只手就可以拿起来 然后很随身攜带的它就是到处行走 所以它真的只有990克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台是我们Concept D 然后就是Light Hub的系列 那其实我们想要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为什么会有Concept D 这一款这一个笔电的系列 然后以及我们相对应的说几个萤幕 是因为我们发现在Predator他们的user里面 Predator是我们就是premium的电竞品牌 但是我们发现就是有15%的玩家 基本上他们并不是买gaming的那个笔电 或者是相关的一些设备拿去玩gaming 他们其实是拿来做就是一些creative的一些 就是可能software的一些执行这样子 那我们同时其实也发现就是在gamer圈里面 我们Predator是有一半以上的就是玩家 他们其实也是用他们的就是电竞的产品 然后拿来做他们的工作 所以我们就在思考说 那如果今天其实是有一群人 他们是因为没有更理想的产品的选择 所以他们去透过就是电竞的这些设备 来完成他们的工作化 那他们其实是不是可以有更适合他们需求 这样子的一个产品 所以我们才会发现说 这一群人他们其实从2D 3D到engineer都涵盖 那他们其实我们就名名他叫creator 那我们就是for这一群人 我们就设计了concept D这样子一个系列 那我们主要有四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precision 就是我们非常强调它的精准度 那精准度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 大家可以去看它的荧幕 它是强调就是4K 然后是pantone relative的认证这样子 然后它在解析度上跟它的色域上面 它的delta值至少都是小于2起跳 那我们高阶产品是小于1这样子 对 那你也可以去看 再来就是它的解析度 因为它都是我刚刚有提到4K 然后也是IPS 所以基本上它不管你从任何一个角度去看它 它都可以非常的精准 对然后解析度也可以达到就是专业的要求这样子 那再来就是我们可以去看它的外观 它的外观其实非常的lowkey 那基本上在creative的创作者里面 他们都非常的重视美感这件事情 所以这部分也都可以fit它们的要求 那我们在产品设计之后 如果你靠近它 你去看它的背光 它都会有一个ember light 那一个有点接近琥珀色的光芒 其实是我们对它的一个design language 就是去诉求在科技感里面 还会有一些人性的温暖的那种感觉在里面这样子 那再来就是说它的performance 因为其实我刚刚提到creative 他们为什么会需要用到gaming机 去完成他们的工作 是因为他们有很高的一些performance的需求 在CPU跟GPU上面 和这件事情跟我们在gamer 他们的需求其实又有一点不一样 所以我们有针对creator 他们去搭载我们就是intel跟NVIDIA 他们个别特别是为了creator 去设计的一些相关产品 来更符合他们的一个需求这样子 然后再来最重要的还有一块就是 跟gaming很不一样 就是我们非常重视安静这件事情 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conceptD的产品 基本上都诉求低于40分贝 对40分贝它是一个非常安静的声音 那其实这也强调了 也再次考验了我们在cooling这一块的一个能力 因为我们在gaming的部分 我们有很强的散热 那我们也在这部分我们又做过了一些改善 然后让我们的机器可以用更安静的状态 就可以就是达到一个很安静的一个状态 那让他们在工作的时候可以更专注 那我们特别想要提到的是说 在抗噪音的散热这件事情上 我们是用我们第四代的金属风扇 那透过我们用猫童银飞行的一个概念 这个灵感去改善了我们的风扇的造型 包含加入锯齿状 然后以及就是在散的结构上面 去做一些调整 然后让我们totally可以达到这样理想的状态 大家好我想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一台CP7 专门给影像工作者的一台就是专业型的荧幕 那为什么说它是最高规格的 因为它其实是我们整个系列当中 有CP7跟CP3系列 那两者的差异其实在于说 一个是Visa Display 1000 然后另外一个是Visa Display HDR 400这样子 那为什么说它是我们最高规格 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就是整个外观 加上整个设计其实是给Concept D这个品牌 然后我们的受众是Creator专门的做设计 那影像工作者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ID 其实就是我们有专门就是一个遮罩 给专门的影像工作者去做使用 因为他们在使用环境当中 其实很需要的是比较暗的环境 然后去专注在荧幕画面的本身 那可以就是有避免反光的一个设计 那角座的部分也是针对着品牌的一个特性 还有Creator他们比较希望的一个设计感 去做发想的 那这一台为什么我们可以说是最高规格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点是在于说 它是全世界第一台4K 27寸 144Hz 然后加上Delta小于1跟Visa Display HDR1000的 这样的一台monitor 那更不要说它其实有透过Pantone的一个认证 所以我们可以说它色彩其实非常非常的精准 然后鲜艳 然后还有达到非常好的广色域的效果 所以不管是说在画面的流畅度或是精准度 或者是说画质上面表现都非常好 我想大家应该有个疑问就是什么是 Delta小于1这个东西 那其实Delta小于1就是代表着它的颜色非常的精准 没有色差 因为其实萤幕难免会有一些色差 那Delta小于1它其实就是一个规范 就是说萤幕越没有色差 它其实的那个数值会越来越低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一些地方它会讲说 什么是Delta小于2啊 小于3 那这台我们就是Delta小于1这样子 好 那关于Adobe的RGB的认证 它其实就是一个色彩的广 色域的一个就是规范 那DCIP3也是一样 那我们这台有达到90%的DCIP3 跟99%的AdobeRGB小 这样子的一个色彩的空间 所以就是说这台颜色其实非常的鲜艳 也非常的漂亮 那它可以在整个萤幕上呈现的 那个色彩的广度其实是非常高的 那VISA认证Display HDR1000这个东西 是VISA这个组织 他们就是近年度开始的一个新的一个规范 那最高规格的其实就是1000这样子 那接下来还有600跟400 那我们可以说其实1000为什么是最高 其实是因为我们在通过这个认证的时候 其实必须要把整个机台送去VISA的这个组织 就是去做不管是测试也好 或者是说他们才愿意说给我们一个这个认证 那它必须要达到很多很多的规范 举例来说它的亮度必须要达到1000 它还可以说它是有通过这样子的 VISA Display HDR的一个1000的一个认证 那我们也是第一台将这样子的一个规格 把它导入在商业的萤幕的这样子的一个产品里面的 好那最后就是27寸的IPS 4K 144Hz这个一个规格 那4K不用讲它其实就是现在相对来讲非常高的一个4K的UHD的解析度 那144Hz这个东西是它的更新速率 那也就其实在一般来讲就是商业用商业用型的电脑 其实很少把144Hz这个东西加进来在萤幕的规格里面 但是我们这台因为考量就是它的使用者本身 我们希望锁定的是在影像工作者 那他们需要做很多影像剪辑的部分 那在高反应的速率跟更新速率上面 这台达到前所未有的一个高规格 所以让它可以在做影像剪辑或者是编辑或者是制作后制当中呢 就是可以感受到说这个画面的流畅度跟清晰度 让它可以做更好的一个创作表现这样子 这边我们帮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就是Concept D500的这台桌机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它其实是一个就是外形非常就是简洁 然后它是以采取圆弧 然后北欧简洁设计的一款桌机非常的漂亮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也有很多北欧简洁的色彩 但是它有一些自然的元素在里面 那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顶盖 它的顶盖基本上是我们有做一些木纹的处理 而且我们其实还蛮特别的是我们把很多的IoPort 就是一些输入的Port 不管是音源孔或是USB的插孔 我们都是放在这上面的 所以基本上我们一般使用桌机的时候 我们都会有需要跑去后面找这些插孔 那我们现在的话都全部整理在这边 让消费者可以很直接的去做各式各样的一些传输 而且我们还很贴心的附了一个防尘盖 所以就是这也可以让消费者就是在使用的时候 可以就是用更顺畅一些是有防尘的效果这样子 那我们再来看到这边也还有一个耳机架 因为基本上我们发现就是也很多创作者 他们其实是很喜欢就是享受音乐 所以这边可以有隐形的支架 让他们去放他们的耳机这样子 那你这边看到它的整个进风口的设计 我们也是有特别去设计 就是我们是用采取三角的一个集合 然后我们开了很多风扇 所以在这边它会就是抽就是冷空气进去 然后有助于做散热 那我们这里面也有加装就是我们的金属风扇这样子 那整体的噪音它其实也是会低于40分倍 对那我们在它的规格上面 我们其实是用就是Intel 就是第九代的i9的Processor 那在GPU的部分我们是用NVIDIA 然后我们是上到就是RTX的4000 对那基本上这个技术 他们也都是有搭载他们的Creator 一些可能Rate Tracing 或者是一些可能Deep Learning等等的 这些技术其实都可以帮助他们去更优化他们的一个作业这样子 那在这款机器的背后就是还有一些极限的功能 所以它可以把它的极限的部分 就是让它在管理它的一些后面的一些Cable上面 然后可以更加方便跟舒适这样子 那以上就是我们对那个Concept D500的一些介绍 对那它基本上是八核心的产品 感谢观看 我今天已经有关注的 我今天以为老师的学生 是黄学贤的 但是肯定者在班上就不能够